大家好,今天5月15号,我们来到哥林哥前书的第二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第六至第十节的上半节 让大家分享的是保罗所传讲的智慧 我们先从第六节看起 然而在完全能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 这智慧事实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会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来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保罗就特别对哥林多教会的众圣徒特别论到 因为保罗在前面第一章就论到了 这世上的智慧在神来看是余作的 神教有智慧地做了自己的诡计 特别轮道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然后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就说他从前到哥林多去传军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又惹怕又软弱又战惊 为何呢 因为他对追求智慧的希腊人来说 保罗不想用智慧为晚的言语 他恐怕用了智慧为晚的言语 保罗不这样做 他就是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病他病施施者 他是力要心智这样传扬福音 高级基督 叫他所传的话 不在乎人的智慧 乃在乎圣明大门的名字 乃在乎神大门 所以保罗在那边很小心 他所传的不是在那边高级人的智慧 用智慧去对智慧的人传讲 不是 他是高级耶稣基督病他病施者 他身性高级基督病他病施者 就买了神的能力 然后到了这里保罗进一步说 他并不是不讲智慧 他说 然而在完全能当中 我们也讲智慧 完全能言语的意思是成长成熟的 也就是属灵生命成长 而不是在基督里为阴寒 那属灵生命成长 就代表他对神的道 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成熟的地步 那么保罗对于教会说 真的属灵生命有追求有成长的 他说我们也讲智慧 当然对于初信的 对真理还不大明白的 可能对保罗所讲的这个智慧 可能不明白 但保罗所对成出的国民党智慧 但是所讲的智慧 都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王救人的智慧 也就是世上所有的 无论是有权有地位 这个有权势有财富 有邪师这一些人 好像说世上无论有多少的 这个拳头 多少的这个名望 这些呢都是将要败王 因为世人发望 像野地的花 惊风一吹变归无恶 他连处也不认识他 所以他说 我们所讲的智慧 不是世上这一些 追求名利地位 才会成就的这些智慧 不是 但是我们所讲的智慧 但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隐藏的 所以叫奥秘 那如今 揭开了显示 所以保罗说 我们所传讲 讲的他和同工们 所传讲的 就是历代以来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这个奥秘的智慧 如今将来圣徒显明 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保罗进进一步讲了 他说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 这个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神已经有一个预定 预定我们得荣耀了 这实在是 万事以来隐藏的奥秘 因为对以色列 神的选民来说 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他们实在不知道 哪一方能够信主得救 不仅信主得救 将来神的心意 还要把他带进荣耀 就像在罗马书第八章提到 他预先所知道的文字 预先定驾 叫他们笑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使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然后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召他们来 说召他们来的人 就称他们为义 说称为义的人 就带领他们进入荣耀 这就是神的心意 原来神在万事以权 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定了旨意 就是要借着基督的救赎 得到万人 所信耶稣的人成为神的儿 然后因信称义成圣 生命变化 长大成人 然后蒙神 拜进荣耀里去 所以神在万事以权 已经预定我们的时候 不是预定我们做情话 不是预定我们下地义 是预定我们得荣耀 这就是神的旨意 这就是神奥秘的智慧 如今向他圣徒显明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许多时候我们被 这个世上的万国的荣花户贵 就迷糊了我们的眼睛 许多人所谓的追求的智慧 是如何在地上成就 发达 有名望 有名气 一切的智慧都是属这世界 但是保罗说 我们所传讲的 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我们所传讲的是什么 是属神的 是属天的 是永远的 是神奥秘的智慧 是历代隐藏的 这个智慧是关系到 神所赐给我们 要把我们带进了荣耀 这个智慧就有关 神永远的智慧 神永远的计划 有限的人在时间里面 在短暂的人生里面 能够认识到无限的神 看到那一个永远的计划 永远的计划 这才叫真智慧 被造的人能够认识非树造的神 能够认识造物主 那一个计划和永恒的计划 那才是真智慧 这个需要圣民的开启 要不是圣民开启 人真是一窍不通 听了多少遍还不明白 心窍不开 因为给这世界的全财地位 就会迷住自己的心 才迷心窍 但是若有一天 圣民开启 我们就明白 就像法博在这里救人说 他说这智慧 至上有权有味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 因为他们若知道 就会把荣耀的主定 在十字架上 他们若知道 神这个永远的计划 他们就不会 去接耶稣基督了 他们就不会把主定 在十字架上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人所欲变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未曾想过 未曾想到 神为爱他的人 我们所有 这个生命成长的 所有爱神的人 神为我们所欲变 真是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 所想象的 眼睛 可以看见 今天即便你的眼睛 能够看见地上的轮花富贵 万国的轮花 你可以看见 你的耳朵会听见 属世所有的哲学家 所有的一些智慧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属地 你所想的 地上多成就 多享受 多成功 多有虚荣荣耀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属地 但是神所要给你的什么 你眼从未看见 你耳朵从未听见的 你的心从未想到 具体来说 就是将来的荣耀 宝贝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 到神的宝座那边 又到乐园里 他看见这觉悟 来世全能 看见永恒的那一个荣耀 所以他认为将来的荣耀是 极重无比永远 那将来荣耀是 是人的言语难以行为 那所以 把人这里所说 神为爱他的 那个所预备的 那简直超过我们所想的 但是实在是要 主开我们的心眼 今天我们听到 听了不少 有关将来荣耀 观念 近千年国度 遗嘱同坐 一千年 但是若不是圣明开启 有的人总是 还是看重主帝的荣耀 追求本在门中所拥有的一切 还是注重那个 却服侍了将来的荣耀 但是若有一天他真是看见 那一个将来的荣耀 是 冠冕 能无比 像一首诗歌所说 是荣耀无比 那个荣耀无比 若是由那个看见呢 你真是轻看今天属地的东西 就像保罗所看万事为分的 所以 这个求主开我们心眼 那如果能够真看见呢 不仅道理之事之道 真看见呢 保罗就这样说了 他说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神预备我们是得荣耀的 而这个所预备的得荣耀 是你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未曾想大的 只有神借着圣明向我们显明了 哦 这个保罗眼睛 是神借着圣明 开启我们 神把这种的启示灵赐给我 叫我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知道他的恩赃 是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把这圣明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恩典的 副教授何等的指望啊 那日我们是要进入荣耀里 是有多荣耀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智慧 这是真智慧 弟兄姊妹 你今天拥有这个智慧呢 没有这个属天的眼光呢 论到地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在投资上是要有 特别的引光 请问今天你是短线投资 还是长线投资 你是短暂的投资 就是把你有限的人生 完全摆在这世界上 依然看你还是很有成绩 但是你是有永恒的价值观 你把有限的人生 投限到无限的 摆在你身上 为了永恒 就是 今世决定你的永恒 今世定永恒 今世你是我爱死 也在乎你如何投资 在乎你什么 理念已经得开 把罗得开之后 他故此没违背那种天上来的异象 他一生完全为主倾倒 丢弃万事 看为愤土 我要得到基督 他人中只有一件事 忘记背后如意面前上的标杆之旁 我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要得神的赏赐 不顾一切 忠于主的托付 传扬福音给外邦人 建立众教会 服侍众生品 这是法博一生 法博的 主的灵开启我们 叫我们真是看见神 在万事以前一定是我们得荣耀的这个计划 叫我们看见我们要进入的荣耀 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 以致我们今天轻看俗地的一切 所有的引入试探 我们把有限的人生 余生的小杯所剩下的时间 完全为主倾倒 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每天会祝我活 实在是要圣灵开启 法博的主的灵开启我们 叫我们不仅道理上知道 是真的给开启 你的人生不在一样 你的事奉不在一样 你对主的热心不在一样 对面主如此得上来 好